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小外星人 那我今次呢 就是會用西瓜打中解籠的 哈哈 那就是我裝了模組 裝了一個地圖 那這個地圖的名字呢 就是叫做Weapons 那在這個地圖裡面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武器 那例如就是我手上這把西瓜炮 就是很大陸 那就還有身後面的其他很特別的武器 不要說太多了 那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幾副武器先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西瓜炮 那我也覺得挺好的 那這個就是菠蘿炮 那這個就是薯仔炮 不過我覺得那些武器也很大的 這個就是拿一個雞皮固去對著敵人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蘿蔔炮也挺漂亮 好像在放在煙花一樣 那我們就開始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打了 那我就做了這一塊木板 那Anderman就打不到我了 那這一塊木板就是兩格高的 那那Anderman的高度就是三格高的 那那跟那些 那些蝦蝦骨一樣 那這樣就可以擋住他們了 那他們就過不了來了 所以這樣打龍呢 就可以打得很輕鬆 那那一塊肉呢 就是可以放那些狗出來幫忙打怪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打到那些狗的話 那些狗就會打回你了 那所以呢 Wendy就被狗追了 那我們先去打中介龍 不過這個西瓜炮我覺得挺好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西瓜是所有食物的武器 應該是最厲害的 那那一塊薯仔就完全廢了 Wendy就要用菠蘿扔他 那那個蘿蔔炮呢 我覺得也挺快的 不過攻擊力太低了 那還有這個雞蛋炮呢 應該是最快的 不過他也一樣啦 他的攻擊力也很低 所以西瓜呢 就最適合用你打龍的 還有一樣呢 如果你小心點看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受傷的話 那個武器也會跟你一樣的變紅的 那如果你拿著西瓜受傷的話 他就會變成切開了的西瓜 其實那個marketplace裡面呢 都有很多關於武器的武組 其實不用說騎神 總之我改了很多次騎神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不錯啦 因為 我一直都很想要唱 因為我之前也裝過一個 那他就是沒有唱 不過這個也算 我比較喜歡的一個武組 死了啦 然後之後就會有很多的經驗值 我們已經證實到呢 菠蘿和西瓜 是可以打死中介龍的啦 那我今天呢 就說到這裡先啦 那我下一集呢 又是會介紹其他 不同的武器啦 那例如槍那一點啦 那如果你想知道 有很多minecraft marketplace的app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下次見 拜拜